今天东北季风增强了 所有的朋友都会感觉到温度下降的幅度非常的明显 尤其在白天的时候 北部地区中午的温度也只有在16度到17度 所以温度形态来说是一个明显偏冷的状况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三个之最 最冷的地方在今天清晨的时候 桃园的新屋的温度在15度 是全台湾本岛最冷的地方 但今天晚上仍然整个北台湾都会维持在15度的低温 所以要提醒长辈朋友 心血管疾病朋友 在今晚到明天的时候 你的穿着方面一定要特别的注意 而这股东北风的影响会持续到礼拜五 但是海边的阵风都明显的偏大 蓝雨的阵风还有包含了无期台中无期的阵风 都有达到9级的阵风 海边城镇的朋友骑车可要特别注意 侧风会比较偏强了 但今天南台湾最暖的地方在屏东的芳寮 中午的温度26.7度 这温度跟昨天相较之下 也下降大约有5度之多呢 这样的天气形态说到了礼拜六 气温的部分上升 但是到了礼拜天下午封面再接近 下周一的低温可就要下探到14度 甚至14度再低一点到13度的机会了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云图上先注意到 华南的云带正在逐渐的东移 主要的云带都是通过我们台湾北部的海面 但是北部地区因为整个云层通过的影响 相对的中部以北的云量多 北部海岸线东北角地区 迎封面的关系有些短暂性的阵雨出现 可是我们注意到北方 从温海到黄海一直到东海北方 这里有没有看到 已经开始有一些云阶的现象了 这表示比较强的冷空气 开始通过暖阳面 而造成一些云阶的现象出现 北方的冷高压快速的南下 我们就来看到地面天气图了 地面图上可以看到 高压从华北地区快速的下来 今天晚上到达华中 明天高压就会进入到了上海到东海的位置 我们的冷空气的强度来说 到了礼拜六略减 但礼拜天晚上以后 另外一股冷高压再度到来 来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温度了 晚上的马祖就降到11度低温 洪湖金门也只有14度 洪湖在18度 台湾本岛部分 整个中部以北都是偏冷的状况 北部海岸线东北角地区的降雨多 东半部地区只有零星短暂雨 南部地区明天有阳光 小丁宁提醒你特别注意在于 温度降了 穿着方面要注意保暖 山区部分有物哦 山区行车的朋友要小心 心 心 我们下期再见